2006年有三部神作登上电视荧幕 中国情景喜剧巅峰之作《武林外传》 脑洞大开的剧情 笑点密集的对白 意想不到的转折 看似屋里头的剧情却富有生活哲理 这部多半9.6分的神剧 自开播后稳居多半国产局榜单前10名 多半9.4分的士兵突击 一部真诚而幽默的军旅片 没有意思的说教 却让看完的观众对军营无比的向往 赵本山指导的《乡村爱情》第一季 在央视开播 集军收视率高达11% 今年已经播到第13季了 有些观众笑称其为中国农村版的老友季 还有很多的观众表示 这是一部过年的时候打开电视放着 就让人心里很踏实的电视剧 这三部神剧无一例外都是群像剧 他们的共有特点就是把每一个人物 无论大小做到饱满 角色们仿佛在电视里活过来 陪观众喜陪观众忧 就像我们真实交往过的朋友 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让我们此生都念念不忘 这一年还有一部优质的商战片《乔家大院》 这也是陈建斌和蒋晴晴的首次合作 有意思的是 当时陈建斌和蒋晴晴特别的不对付 因为他们俩打得太厉害了 这剧组 因为剧本嘛 闹矛盾 蒋晴晴背了一夜的才词 背了很晚 然后第二天到现场 陈建斌就跟导演一商量 全部一句话 不要 刘亦菲和黄晴晴的《神雕侠侣》开播 教主悄然开始了她的有腻之路 随着《超级女生》的爆火 各类选秀节目开始受到关注 这一年的《超级女生》 虽然没有复制上一年的辉煌 不过还是推出了 尚文杰和谭维维这两位 知名度比较高的选手 上海东方卫视的《我心我修》 连伴三界终于有了点水花 张杰 薛之谦 《我真的有点痛不过气》 气微都是从这档节目里出来的 第一季《加油好男儿》开播 当年的选秀 那真是纯纯的全开麦啊 长得像王力宏的普八甲夺冠 但这一届的选手们呢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只有马天宇和中途退赛的张翰 仍然在影视圈活跃 第二季的《加油好男儿》 那可就厉害了 《我愿称之为中国选秀的颜值巅峰》 下一期我们好好讲一讲 北京台也做了一个名叫《红楼梦》中人的选秀 号称是李少宏导演 为新版《红楼梦》选主角 但是很扯的是哦 选出来的人 最后基本都送去演丫鬟了 简直就是诈骗啊 那一年的选秀火到什么程度 连拍广告都要选秀 当年雅虎请了陈凯歌冯小刚张继中三个导演 为自家品牌拍广告 拍广告前呢 还弄了个广告主角选秀活动 雅虎搜心 赵丽颖就是这个比赛中 冯小刚组的冠军 已经在选秀上 一记绝尘的湖南卫视 又推出了一档非常超前的综艺节目 《真人秀变形记》 贫富呼喚的噱头和夸张狗血的剧情 使得这档节目收视大好 但同时针对节目组是否在消费贫困农村孩童 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黄建祥呢在解说世界杯意大利对澳大利亚的比赛时 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 这段解说火遍全国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随后呢黄建祥从央视辞职 小荧幕精彩分成 在大荧幕上张艺谋带来了一部 满城近代黄金甲 不同于英雄十面埋伏还带有一定的艺术性 集结了暴乳乱伦土豪金的满城近代黄金甲 恶俗的令人炸舌 冯小刚的古装商业大片夜夜也让人诟病无比 尤其每次隔游出场 观众们都感觉自己在看古装小品难以入戏 成龙的宝贝计划 李连杰的货源甲倒是稳扎稳打 票房口碑都在极隔以上 这一年最厉害的电影还当属疯狂的石头 当年没有人能想到这部小成本电影 将会改变中国电影的格局 它的成功直接导致了 宁浩徐珍黄渤的崛起 也让黑丝幽默风格的电影 在中国影坛有了一席之地 一年一度的沉浸时听歌环节又来了 特拉的花 花残满地上你的笑容 有一次初恋狼 就算将将有一天荒谬 也要发发飘飘 念念日的全心守护你 像孩子依赖着肩膀 像眼里依赖着脸庞 旋转跳跃 我闭着眼 趁小看不见 你沉醉了没 我的脸不思议 突然的想念你 在个波泥间的声音 太美丽 爱我越美丽 明天都会可惜 今天你要嫁给我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闭上眼让泪水滑落 此刻你真的永远离开我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 是我的 冬河末年分散过 烽火年天不休 轻轻的轻轻 静静变着眼睛 我们小手拿大手 一起交友 今天别想太多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你自己却不知道 谁能凭爱意 要服侍三世友 你是我梦格 永远以来 更深见底 最美的姿势 想我在往日完美秋衣 苏打溜的第二张专辑引发了关注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被公司冷藏1087天的肖亚轩终于回来了 推出了1087 我想跟你表白 我想跟你表白 但她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的辉煌 除了她们 这一年还有一个叫做Tank的新人出道了 偶像团体飞伦海带着SHE师弟团的光环出道 一时间风头无量 除此之外 新人蔡明佑和薛之谦也成绩不俗 在内地第二波网络音乐潮席卷 关于网络音乐是否低俗和音乐该不该有雅俗之分的讨论 甚嚣成上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这股浪潮中大家都看到了中国下沉市场的潜力是惊人的 同样遭遇了雅俗质疑的还有郭德纲的德云社 这一年德云社已经成立10周年 郭德纲 于谦声名确起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但以江坤为首的老牌相声演员却发起了反三俗运动 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针对德云社的 但是郭德纲跟于谦也参加了 并且乐呵呵的签了倡议书 随后郭德纲创作了相声我要反三俗 用反讽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内心很肮脏 但说话很漂亮的人物形象 讽刺相声界过度反三俗的现象 李亚鹏王妃张伯之谢霆锋 依然占据着娱乐新闻的头版头条 李亚鹏王妃生女 但是女孩却是天生的吐唇 张伯之谢霆锋在这一年闪婚了 李嘉兴和香港富豪许进亨走到了一起 当年还不是一线的孙丽和邓超 在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里结缘 如日中天的胡歌因为一场车祸惨遭毁容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的演艺生涯 很可能要葬送于此 但作为未来人的我们都知道 胡歌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好了2006落下帷幕咯 网络一线千相逢既是圆 给个算连支持一下